印度尼西亚火点锐减 加上我国多个地区 下午下雷阵雨 全岛空气素质维持在中等水平 由于烟害问题严重 印尼正在检讨 允许企业以稍巴方式 开辟土地的现有法令 随着雨季降临 苏门达腊和加里曼丹的部分灵火 被雨水扑灭 空气素质比三个月前改善许多 印尼减灾署表示 截至今天上午 南苏门达腊还有150多个火点 加里曼丹则有4个 同昨天南苏门达腊700多个 以及加里曼丹460多个火点相比 明显减少 能见度也大大改善 缩短美国行程 提前回国处理灵火问题的总统佐科 前往重灾区聚港 探望在临时收容所牺牲的灾民 佐科在上一轮内阁会议中 要求林业部检讨2009年生效 允许小地主以传统火耕方式 开垦最多两公顷耕地的法令 不过修改法令需要国会通过 因此最快可能明年才能落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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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